来戴尔1450 这名叫的你挺狠 来 什么活儿 给打开 戴尔1450 在不在戴尔1450 这活儿叫挺狠 能听见吗 能听见 哥们你这名是啥意思 你跟我借 借什么 2016年我买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 戴尔灵月1450 好好好合理 合理 合理 就是比较长这么大 第一次摸着电脑嘛 然后当时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我然后我学的专业和我们学校基本上都是在在美国上的 然后我就看了你跟那个这段时间聊的那个中国的什么科技啊什么那些 我就想问问那帮认为咱们国家没有什么 在理论 理论学科上没有进步的 那咱们2021年人工合成淀粉是怎么搞出来的呢 这玩意儿绝对不算工程学 这玩意儿就是属于理论 理论科学里边的 我这这 你有点打我盲区 我不到这是啥玩意儿 这个还是用来就是智能勾线的 反正就是这帮觉得咱们理论科学不行的 那我建议他们在抖音顶多刷一些咱们官方的什么风洞啊 还有一些是这种千言学科的 然后评论区里边没有反思怪的 那绝对那些技术就已经是很厉害的了 他们可以关注一下那 对 人工合成淀粉 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们也是都是干那种被美国制裁的那些东西 是炒菜用的吗 人工合成淀粉 我粗略估计这玩意儿是深空探索用的 跟那个生命自循环系统可能有点关系 我猜的 但是我不太 我不太明白具体是怎么干这个事 感谢额裂额 行 那你这样是的 你去那个 你去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咱们下面不是有那个录屏号 都开各个支部间吗 你去那个科技讨论区 你不是科技讨论区 就是那个YP部区 总觉得这不行 那不行的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要让您 毕竟您是那个在美国那边处于就是森林前线的嘛 我看您是对这个他们的快乐教育 你怎么 你怎么这个名字 高端的那个 不是 哥们 你这个名字怎么用的这么古怪 森林前线 我怎么感觉你这说什么 你有其他领域啊 我说你是你在美国啊 身处 我用词不对啊 就是身处一线嘛 就是一二三那个一 行 完了呢 对 我就想说是美国的这个霸权 一般来说是有军事霸权 有科技霸权嘛 我就想说 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它这个科技霸权 我们您预估我们什么时间能够打破它 或者说是追上它 这方面的东西 我建议你找个谁问呢 找胡说问 找胡说比较专业 你问我 智能勾签淀粉 我都不到 你问我这个 我快乐教育 怼诺贝尔老头 我都怼的都飞劲 都滚刀 我都没招 我都不懂 我都不懂 诺贝尔是啥 我都不知道 你问我 你问我 军事 我给你展示一下美国的那个 来 我看今天谁是榜一啊 榜一是云海亭陶来给你们展示一下美国拉炮 今天给你们放个花 感谢亭陶大哥 行 那就不耽误主播时间了 我这边就撤了 好 喷出这么一堆的 一块五没了啊 没刀 这么一堆重新看一下 喷 就喷出这些了 放个里花 好 十块钱没了 去吧